大家好,我是牛哥点评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广西爱情故事里面的女主角小凤 今天从小凤的嘴里说出了一句让人非常吃惊的一句话 小凤说他接到了他老爸的电话 他老爸同事辞职了 然后因为家里有事 现在等于说他老爸所在的工厂缺一个人 他老爸就想着小凤在家里喂猪 也没有正当的工作 所以他老爸就自作主张 给小凤报了名 准备让小凤替代以前的同事 去工厂里面打螺丝 小凤刚开始也是非常的惊讶 但是他老爸让他这么干 他也不敢背着他老爸不去 所以说小凤今天先是找到凤姐 说以后大概是一个星期 也有可能是好几个月 以后就是要去他老爸的厂里面去打工帮忙嘛 然后喂鸭子和喂猪呢 以后呢全要靠这个凤姐和他老公 他们两夫妻呢就是来负责了 凤姐呢这个今天呢也是非常的吃惊啊 他呢以为呢是不是小勇又用花言巧语 把自己的妹妹呢给搞的呢就是迷糊了啊 这个凤姐呢非常担心啊小凤是不是 这个想和小勇来一个金蝉脱鞘 一起呢回桂林平了去 然后呢这个小凤说呢不是那回事啊 自己呢已经呢从桂林回来了 不可能呢再次跟着小勇呢又回桂林去 然后呢这个小凤说呢主要呢是我们共同的爸爸 我们的老爸他发话了让我去工厂里面打螺丝啊 你说我去不去呢啊然后呢凤姐说呢 这个如果真的是老爸让你去的啊那也没办法啊 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凤姐和小凤啊 他们呢这个对他们的老爸呢都是言听计从啊 他们老爸说东啊他们不敢往西啊啊 除此之外呢今天呢这个小勇来找小凤的时候 小凤呢也把这件事情呢告诉了小勇 小勇呢当时呢就听的呢是这个无异于这个晴天霹雳啊 大家也知道这个小勇呢几天前呢还说呢信誓旦旦的要回桂林去 但是呢后来呢在这个青州市中心住了一个晚上的宾馆 又想通了又留在了青州农村 小勇也和大家呢解释了为什么要留在青州农村 一方面呢是自己的老妈呢给自己下了使命令 什么时候把小凤呢这个当成儿媳妇带回桂林啊 那他呢就是回啊回家的二职到了啊 但是如果一个人回去呢他老妈说呢 你还是呢在这个青州啊继续打持久战吧啊 用你的这个就是啊持续不断的追求打动小凤啊 这个但是呢大家也知道这个现在呢小凤呢要去东冠了啊 东冠了这个离青州啊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距离的啊 如果这个小凤去东冠了小勇留在青州那就没意思了 然后呢小凤说呢这个啊你对我的爱呢我也知道啊 但是呢大家也知道这个啊你呢留在这个青州啊没什么意思 首先呢我不在第二个呢就是你留在这里了啊 你家里呢太远了500公里之外的桂林平了 你老爸老妈呢现在呢这个摘柿子削柿子皮忙得要死 你作为唯一的儿子你还是回去算了啊 但是呢这个小勇说呢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你去你老爸的这个工厂里面打螺丝啊 那我也要去东玩啊 我呢就是你的跟屁虫啊你走到哪里我也到哪里 然后呢小凤说呢那里呢只遭女工啊啊他说你会干嘛你根本就不会干 然后呢小勇说呢这个只要是能干的活啊 我不会啊我学着学着就会了 然后呢这个小有小凤啊这个对小勇呢也是万般无奈 也不知道小凤这个如果过几天要走了 小勇会不会跟着一起呢去东冠啊 也有可能的 因为大家也知道小勇呢对小凤啊真的是痴心绝对啊 眼睛里面呢已经容不下其他的女人了 所以说呢小凤如果啊这个去东冠帮自己的老爸打工啊 很有可能的小勇呢也确实会跟着 但是呢这个小凤呢还是非常理智的啊 说呢这个我们两个人其实呢很难走在一起啊 你呢这个我给你机会 但是呢我老爸呢对你这个人啊已经非常的失望了啊 前段时间呢让你好酒好烟好酒送给我爸爸 我爸爸一高声呢就允许我们两个婚事了 结果呢你呢天天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 让你送好烟好酒水果加红包 结果呢你呢就给我这个整出啊 整个一出就是非常尴尬的事情 你呢又送番薯又送鸡蛋啊 这个番薯呢在他们这个村子里面呢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叫傻瓜 鸡蛋呢也有特殊的意义叫滚蛋啊 你这个又送傻瓜又送滚蛋 你说让自己的老爸能不被你气死吗 然后呢小勇说呢我这一次啊为什么要跟你去东贯 最主要呢也是想去见一下你爸爸 当面呢向他解释清楚 把误会这个澄清了 希望呢他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个小勇说呢我要是你爸爸的话 我肯定呢会给年轻人再一次机会 但是呢这个小勇呢大家也知道小凤啊已经不止给他一次机会了 他老爸呢也是不止一次的试探小勇 但是呢两次试探下来 这个小勇呢一百分的试卷呢多只能考几十分啊 只能考这个十多分啊 非常的这个不啊分数太低了 所以说呢这个啊小凤的老爸呢 这个三天前啊和小凤呢摊牌了啊 这个必须呢和小勇一刀两断 天各一方各走一边 他小勇呢走他的独木桥 然后呢你呢走你的康庄大道啊 找个这个有钱的男朋友嫁给别人 那就可以了OK了啊 也不用你呢辛辛苦苦呢 这个在养鸭肠里面啊 跟着你姐姐呢受苦受累啊 又要喂鸭子又要喂猪的 然后呢凤姐呢前段时间呢 也已经准备呢 这个给小凤的介绍三个相亲对象 一个呢是船老大 家里有船啊啊也是一个土豪 第二个呢是这个普普通通 但是是工作挺好的 是教师啊 人民教师工资高啊 第三个呢是一个博士啊 更牛了 但是博士呢 我感觉呢肯定看不上小凤的 因为大家也知道博士呢 至少能啊必须呢 找一个研究生老婆对不对 小凤呢他呢是 啊这个十八九岁啊 就出来外面打工了 我感觉呢他的最高文凭呢 应该是高中博士和高中生 你说可能吗 对不对 不可能的事情啊 这个两个人呢 有很大很大的代沟啊 所以说呢小凤呢 是不适合博士的啊 但是呢前面两个土豪啊 也许呢会选择小凤啊 所以呢小泳呢 其实呢这个在这个啊 优秀的竞争者面前 他呢其实呢也毫无这个优势啊 没有优势 而且大家也知道啊 小泳呢家里面呢只有一个这个花了五十多万造起来的农村别墅啊 除此之外没有商品方也没有四个轮子的小汽车 对不对 这跟人家有船的 这跟人家有房有车的怎么比呢 对不对 所以说啊这个小凤的老爸呢也是考虑的非常的周全啊 如果小小泳呢肯大方一点啊 这个能够舍得花几千块钱买好英好酒家红包送给老丈人 小小泳啊小凤爸爸呢也是会考虑一下 把小凤嫁给小泳的 但是呢小凤的爸爸一看这个小泳送来的番薯和鸡蛋 这个一股老血呢啊就要吐出来了 这个小泳呢也太不上道了啊 明明呢周围的人呢多和小泳说啊 第一次去见老丈人要大方大方再大方 结果呢我们小泳呢反其道啊而行之啊 小气小气再小气就花了不到五十块钱的啊 花啊买了三样礼物买了番薯橘子还有鸡蛋啊 所以说啊小泳呢这个这一次啊去啊 冬冠解释我估计呢小凤的老爸呢也不会给小泳解释的机会啊 而且最主要呢就是小凤啊小凤和小泳说了啊你呢这个我走了 你留在青州你等的等得了吗你等不了对不对啊 我去一个星期那你还可以等啊去个四个月到过年再回来啊 你说你怎么等啊小泳呢也说了这个如果你呢真的不让我跟你去这个冬冠 到时候你去冬冠我也就回桂林了啊我感觉呢小泳呢还是回桂林去吧啊 家里的冬活呢啊又多而且呢又繁重啊帮自己的老爸老妈呢干点冬活啊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今天呢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小插曲啊今天呢这个小泳呢来到小凤这里呢这个想趁午饭吃 小凤呢也是非常的慷慨大方啊立马呢就是把自己正在吃的这个河虾啊啊这个也给小勇呢吃起来了 小凤说啊我花了八十块钱啊这个啊烧了满满一盆的这个河虾你来了刚好有口福 然后呢又给小勇呢成了白粥啊说呢啊你呢在这边吃个饭吧 小勇呢刚开始呢还装不好意思结果呢这个啊三两下这个推脱下来了小勇呢立马呢就这个不客气了 说你呢赶紧呢给我省两碗饭我呢这个吃的非常非常的香啊看得出来啊小凤呢其实呢这个还是很大方的还是很懂得呢这个啊为人处事的啊 不管呢小勇如何的小气小凤呢这个总是呢乐情的啊这个维护小勇啊而且呢给小勇呢就是这个 啊又是让他吃水果又是让他呢吃河虾啊非常的客气啊总体来说呢这个人活着嘛啊 对别人对自己呢都要客气一点这样呢这个与人方便啊就是与己方便所以呢小勇呢为什么会对小凤啊这么这个痴心绝对 最主要小凤的性格呢也是非常的这个适合相处的啊虽然呢他这个以前呢是脾气抱抱臭臭的经常呢要对小勇呢全打脚踢 但是呢有句话说的好啊打是爱骂是亲啊不打不打不骂啊不相识啊所以呢这个他们也是一对活宝也是一对冤家 正因如此他们呢才有很深的因缘啊也也希望呢他们两个呢到最后啊能够呢这个历经磨难啊而修成正果啊能够在一起也不知道这个此次啊啊小凤啊会不会真的去东冠 如果小凤去东冠了啊那我们大家所期待的广西爱情故事啊真的要迎来大结局了啊大家这个对于他们今后离开啊的这个 会不会感到失落呢啊好了今天的视频那就拍到这了啊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麻烦大家长期待五秒钟给我来一个强烈推荐谢谢大家